为什么我们都哭了 听说熊大熊二要去野餐 瞧 熊妈妈正在给它们准备着呢 今年的苹果可真不错 哎呀 也该回家了 是熊妈妈 你好 熊妈妈 原来是凯特妈妈和小凯特呀 给 凯特 可甜了 谢谢熊妈妈 好大一个红苹果 熊妈妈 你这是准备去哪啊 我呀 我正准备回去给孩子们做饭呢 对了 这个是自己家种的 拿回去给孩子们吃吧 啊 这怎么好意思呀 你就拿着吧 不用了 不用了 别客气 那行 我先拿着 凯特妈妈 你也太客气了 那我先回去了啊 改天一起做瑜伽 好 孩子们 我回来了 妈妈 想我了吗 宝贝们 想 妈妈也想你们了 妈妈 肚子饿了 好 我这就去给你们做饭吃 耶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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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呀 再等一会儿 好的 妈妈 那妈妈先去做饭了 嗯 对了 明天野餐啊 把盖红布这款果子带上 知道咧 妈妈 又是爱赢了 嘿嘿嘿嘿 嗯 熊儿快醒醒 要迟到啦 快一点熊儿 熊儿你快点 嗯儿 等等啊 记得拿篮子里的食物 哦 哦 哦 是哪个呢 妈妈 说是虎色的布 还是蓝色的布啊 熊儿 嗯 好嘞 就这个吧 啊 啊 快走吧 哎 快点儿 你们迟到了 对不起 我们准备野餐吧 本王子带了香蕉面包 香蕉干 还有香蕉 这什么是香蕉啊 熊儿 把妈妈给我们准备的食物拿出来 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没见过呀 难道是俺拿出篮子了 但是这个东西是啥呀 我也没见过 俺看看 会不会是好吃的水果 俺们尝尝吧 熊儿 俺们没见过这种东西 可不能乱吃 俺们还是去问问其他人吧 这倒不是啥呀 俺越看越像水果 小心 萝卜头 这个呀 看起来像萝卜 怎么是紫色的 萝卜 你知道 可有点刺鼻 又那么小 应该不会是胡萝卜 不是吗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样子的萝卜 我还要去送萝卜呢 先走了 再见 我们再去问问别人吧 嗯 还是没有人知道这是啥东西 哎呀 别问了 笨王子看他就是个球 哟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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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王子太棒了 帮了 看着 别把他摔坏了 这可不是球 你水果 小心啊姐姐 哟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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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儿 哟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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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哟哟 哟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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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刺鼻的味道比刚才够大了 眼睛好难说呀 越来越刺鼻了 我们快离他远点 我游戏输了 也没有哭得像现在的呀 本王子也是 眼泪怎么自己往下流啊 熊大 他是不是妈妈故事里讲的小精灵呀 俺们刚才把他弄破裂 所以他生气了 不对不对 刚才我替他他都没有生气呢 是啊 我想起来了 光头墙的漫画书中曾经说过这个 那是啥呀 他是 玩具烟雾桥 太可怕了 我们赶紧藏起来 快跑啊 这里怎么有块参布啊 太拓 太拓快过来 那里威胁 快点 小太神啊 急急忙忙 快过来 你们为什么躲在草丛里呀 熊啊 你怎么哭了 都是因为桌上的那个玩具烟雾球 看我哭练好久 什么玩具烟雾球 就是买话书上说的 圆圆的 紫色的球 很危险的 紫色的球 就是那个东西 它会让你哭的 凯特别过去 凯特别碰它 你们说的是这个吗 东西呀凯特 你要哭了 大家别怕 别管了 这个呀 叫洋葱 不是什么危险的东西 也不是玩具烟雾球 而且呀 它是一种很好吃的蔬菜哦 凯特 你说这个能吃 可它会让人流泪 咋吃呀 炒菜或者生吃都可以 生吃会有点辣 不过口感会有一点甜哦 要试试吗 好 来尝尝 怎么样怎么样 尝起来啥味道呀 怎么样 刚开始有点辣 然后就甜甜甜 凯特 为啥洋葱会让人掉眼泪呢 这个我也不清楚 要不我们去问问我妈妈 她肯定知道 你们看 洋葱就是这样 从土里挖出来的 洋葱富含营养 可是很棒的蔬菜哦 哇 走 我们去房间里做实验 好 洋葱的肉里呀 还有一种能刺激我们眼睛的流化物 当我们切开洋葱 流化物就会飘到空气当中 进入我们的眼睛 这时候我们就会止不住的流眼泪 哦 那要咋办呢 其实啊 切洋葱防止流泪的方法很简单 水 这个小窍门就是 我们把洋葱放在水里切 流化物就被困在水中 我们就不会流泪了 哇 原来如此 凯特妈妈 这个盆里的洋葱拿出来 还会让俺们掉眼泪吗 不会了 因为淘气的流化物 已经释放干净了 俺明白了 那么大家想不想吃洋葱沙拉呀 想 好 大家别客气 多吃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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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洋葱能让人流泪 也能让人开心呀 哈哈哈 玩具小车比赛 小朋友们在幼儿园里一起做手工 小朋友们在幼儿园里一起做手工 嗯 本王子车的青蛙才叫厉害呢 嘿 那就来比一比 怎么样 比就比 预备 开始 嗯 你你犯规啦 看我的王子蛙 看我的最强蛙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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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的秘密武器 跳啊跳啊 嘿嘿嘿 嘿嘿 小飞机 哈哈哈哈 快看 俺的飞机最棒了 熊儿你真棒 哼 要是本王子也折飞机 肯定比你厉害 我也来 嗯 还有我 这个简单 预备 嘿嘿 嘿嘿 三 二一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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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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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不要笑啦 我 不 我不笑都可以了吧 哈哈哈哈哈哈 嗯 好啦好啦 明天咱们一起组装玩具小车 看谁的小车最棒 怎么样 我没问题 组装小车 本王子肯定是最厉害的 应该不会太难吧 我也要参加 第一名肯定是我的 是吗 当然啦 好了好了 我们再来欢迎小月亮 还有啊 还有啊 怎么装啊 对了 可以找爸爸帮忙 爸爸 我 我有一个任务 需要你帮我一下 是什么任务啊 我 我需要坐一个小车 跟光头墙他们一起玩 可是 我怕我做不好 这样啊 爸爸来教你做怎么样 嗯 哇 做好了 来 快试一下吧 好 我坐的真是太差劲了 怎么会呢 已经进步很多了 爸爸给你看看我以前做的小汽车吧 哇 哇 太棒了 爸爸 你真厉害 哈哈哈哈 太棒了 孩子他爸 快来帮忙 哦 好嘞 那小月亮 你自己收拾一下啊 嗯 嗯 爸爸坐的小车可真好呀 要是我拿这个小车去比赛 肯定能夺第一 看本王子坐的小车 金灿灿的王子一号 一看就是王子的专用车 嗯 看俺爹看俺爹 俺爹蜂蜜好 又高又大 嘿嘿嘿 还是本王子的好 哼 你们看啊 我的霹雳好 好酷呀 让俺看看 我也要看 我也要看 嘿嘿嘿 嗯 感觉大家坐的小车都挺好的 小月亮 你在这里 来啦 小月亮 你的车呢 不会是没坐吧 才不是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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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月亮号 不用推就能走 怎么可能 嗯 看好了 哇 嘿嘿嘿 小月亮 你的月亮号 好 对呀对呀 你这也太厉害了吧 嗯 嗯 怎么样 我就说不用推吧 嘿嘿嘿 该上课啦 我们还是快收起来吧 你今天怎么这么积极啊 本王子一直都很积极啊 对啦 放学后 我们去小山坡那里玩赛车吧 看看谁的车跑得快 好 好 他们是我的家 不要物理嘻嘻哈哈 小月亮 你唱的歌真是太好听了 谢谢光头强 哈哈 嘿嘿嘿 不客气 小月亮 你的小车 为啥自己能动呀 告诉俺呗 嗯 啥事啊 我也想学一下呢 快点告诉俺们吧 我的王子一号 多厉害啊 嘿嘿 跟我学不就可以啦 嘿嘿 不用了不用了 我还是觉得小月亮的最好 我的车这么金灿灿的 还充满了王者的气质 可是小月亮的车会自己跑 那个 我先回家拿点东西 帮我借 看我的看我的 本王子的王子一号 小月亮回来了 哎 玩得开心吗 我 发生什么事了吗 对不起爸爸 我今天怕同学们取笑 就把你的车 现在比不过他们也没关系 只要你能保持进步就好了 你等一下啊 我给你看些东西 小月亮 你看 爸爸 这些歪歪扭扭的车是谁做的 这些是爸爸以前做的 爸爸以前和你一样也是做不好 但是后来爸爸就努力做了很多 也就越做越好了 爸爸你真厉害 你呀 是第一次坐小车 已经比爸爸坐的第一个小车好多了 我知道了 我也要靠自己的努力把小汽车做好 小月亮 我来了 快来快来 比赛要开始了 小月亮 给我们看看你厉害的小车吧 对不起 上午给你们看的车是我爸爸做的 小月亮 小月亮 快来快来 比赛要开始了 小月亮 小月亮 给我们看看你厉害的小车吧 小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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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岁 初月亮 小月亮 我还怎么 loves 一号 还是我的王子一号 快吧 我的王子一号 怎么怪你别扯 一两号 一两号往前撞 我赢 太好了 咋咧 这个轮子没有掉 我成功了 那我们再来一局吧 好 这次的王子一定会赢到 爱的默契 小朋友们要去上学了 快看 熊儿怎么还没起床呢 熊儿 起床上学了 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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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床咧 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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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大居然走咧 妈妈再见 熊儿 你早饭还没吃呢 熊大早啊 妈妈 熊儿起床了吗 熊儿啊刚走 连早饭都没吃呢 他居然不等啊 诶 等等熊大 带上早餐 记得和熊儿一起吃哦 嗯 妈妈再见 再见 熊儿 熊儿 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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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粗美貌 草少 啊 我知道了 是大黑熊老师 啊 毛毛真厉害 真的是大黑熊老师呢 毛毛 你们可真有默契 真厉害 那是当人 熊大熊儿 你们要不要试试 啊 嘿嘿嘿 对呀 你们是兄弟 肯定能配合得更好 哎 熊儿 我们试一试吧 好 这个简单 猜一个物品 哎 来吧 来吧 烫好了 嘿 哎呃 被追 哎 我知道了 是蜂窝 对吧 对吧 哎 嗯 藏在草丛里 哦 哎 是摘蜂蜜 哦 哈哈哈哈 熊儿 是雨伞 哦 熊大 哦 哦 当学有个冒险活动 你要记得来哟 嗯 嗯 嘿嘿 哦 哦 给 嗯 嗯 这个吗 哎 哎 哦 哦 哦 哎 嘿嘿嘿 哎 熊儿 爱要的是橡皮 哦 哦 雪糕 嘿嘿 哎 哎 嘿 猫猫 我们来表演花式吃雪糕吧 好啊好啊 啊 啊 哇 我们要看 嘿嘿 嘿嘿 大家可千万别眨眼哦 嘿嘿 啊 嘿嘿 嘿嘿 接好了 啊 哦 哇 好厉害呀 好厉害呀 嘿嘿嘿 呦呼 哎呀 想玩 咱可以喂熊大 咱不想玩 喇嘛熊大 哦 对啊对啊 熊大 喇嘛 喇嘛 喇嘛熊大 一起玩嘛 好吧 咱表演闭眼喂雪糕 嗯 雪糕呢 嗯 到哪去呢 哎 熊儿 来 哦 不对 咱得闭眼喂才行 熊儿 嗯 对不起 那熊大 开始吧 啊 嗯 站在背后吧 你坐下吧熊大 ıyorlar 哈 嗯 哦 嗯 好吃吗熊大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放学露 冒雪露 嘻嘻 阿 都到齊了 今天我们来比赛跑步吧 齐齐王子 我要跟你一起跑 说的 俺跟着你 好吧 好吧 好 别忘了本王子刚刚说的 终点是小河边 看谁第一个道 现在 开始 本王子要当第一名了 超过你了 第一名是本王子的 叽叽王子 等等我 跑不动了 熊大 本王子要选这条男的路走 你呢 熊二咋还没来啊 他们肯定是落在后面了 本王子先走喽 这边的路不平 熊二肯定不会走 还是走有苹果树的路吧 熊二跑累了 一定会去吃苹果的 熊大会走哪条路呢 哇 这条路好多苹果树 熊大 熊大 那么勇敢 他肯定会跳最难的路走 熊大也勇敢 他也会的 那咱们出发吧 嗯 咋还没来啊 熊二真是太慢了 熊大 嗯 棒棒 萝卜 萝卜桃 你们看见熊二了吗 嗯 他和毛毛选的那条难走的路 啥 熊大 我们先走了 说跟着俺呢 他为啥走和 配合不好 那条路不好走 熊二会不会 我一定要追上叽叽王子 熊二 你也快点 咋办呀 熊大 俺跟不上你了 呦呦 蛋王子是第一名 叽叽王子 你真棒 哦 终于到了 熊大熊二呢 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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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下回安裂 哎哟 哎哟 好疼呀 你要是不走这条路 也不会扭到脚 哎 我以为 你会走这边呢 因为熊大 总像英雄一样 而克服困难 还痛 你为啥不走这条路呢 呃 这边不是没有苹果树吗 我以为 你会小吃苹果呢 哎 苹果 给 哇 谢谢熊大 啊 熊儿 之前咱俩配合不好 俺还生你的气 对不起 嘿嘿 没关系熊大 俺没生气 嘿嘿 那么回去吧 嗯 嗯 嗯 是熊大熊儿 熊大 嘿嘿 熊大 今天本王子是第一名 你可别生气哦 嘿嘿嘿 嘿嘿 俺不生气 还挺开心的 啊 哦 虽然俺跟熊儿总是配合不好 但是俺都会为了对方着想 嗯 对吧熊儿 嗯 熊大说得对 给 啊 你都咬过了 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